朋友们好,这期来继续讲老特三十篇,从雅加达飞往三宝龙,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中午十一点左右,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的专机降落在三宝龙机场。 原本繁忙的机场,此刻只有这一架飞机停靠。 方金墨透过闲窗,可以看到机场外面的大街上遍布鹤枪实弹的军警。 前来接机的是第一骑兵营的营长扎瓦来哨笑。 这家伙自从进驻到三宝龙之后,除了做做样子,杀了几个不开眼的暴徒之外。 剩下的时间都在大肆敛财。 原本百万人口的三宝龙,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室内的居民死得死,跑得跑。 只剩下不到二十万。 大量的房屋主人要么被杀,要么出去逃难。 这可给了扎瓦来机会,他假借搜查暴徒的名义,闯进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里,掠夺一切值钱的东西。 据说光是他搜刮到的现金,就足足装满了五辆卡车。 正是因为他的贪婪,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时间清理三宝龙的乱象。 三宝龙的街头和暴乱发生时,没有什么变化。 被烧毁的房屋,爆炸后的汽车,甚至在大街两侧的小巷里,还有一具具无人收敛的尸体。 当然,为了遮掩这些不适合观看的场面,扎瓦来还是临时抱佛脚,进行了一些清理。 最起码,街上的汽车都被清理走,地上的血迹也在昨天用消防车冲洗了一遍。 至于那些实在没办法清理的地方,从工地上拉来一些蓝色的挡板遮住。 只要不被观察团看见就好了。 从机场出来,观察团乘坐扎瓦来提供的防弹军车前往第一骑兵营的营部。 进驻三宝龙之后,第一骑兵营驻扎在三宝龙的市政厅。 可能是因为军队驻扎的原因,市政厅清理得还算干净。 为了迎接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的到来,这家伙还特意安排了一支临时拼凑的仪仗队等待米歇尔女徒的检阅。 可人家米歇尔女徒毕竟是当过一国的元首。 对于这种草台班子一样的欢迎仪式根本看不上眼。 米歇尔女徒谢绝了检阅仗队的仪式,对扎瓦来说道, 少校先生,我们这次到三宝龙来,是要调查三宝龙的现状。 你作为三宝龙的秩序维持着,应该是现在最了解三宝龙情况的人。 那么,就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三宝龙现在的情况如何。 对于人权观察团的到来,扎瓦来也确实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面对米歇尔的要求,他点了点头,说道, 三天之前,我的部队奉命进入三宝龙。 在进入三宝龙之后,我们的部队一共抓捕了132名暴徒。 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关押在警察局的监狱之中, 还有一部分暴徒在我们抓捕的过程中反抗。 已经被当场击毙。 除了恢复社会秩序之外, 我们还对三宝龙的居民进行救援。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我们一共救援了4500多名无家可归者。 提供了超过1万份的食品, 整个三宝龙的趋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扎瓦来少校,三宝龙发生暴力活动至今, 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你们有没有做过统计? 米歇尔的问题让扎瓦来无言以对。 这段时间,他光顾着敛财, 哪里有时间做什么统计。 他刚才说出的那些数字, 也是下面的人胡乱编造的。 不过这家伙也算有几分极致, 他愣了几秒钟,就开口说,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 大约有2、300人死在了这场暴力活动中。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数据。 不可能。 你再说谎。 没等扎瓦来把话说完, 法新社的记者莱奥站了起来, 只见他义愤填膺地说道, 你再说谎。 光是在邮轮码头广场上, 至少就有上千人被打死。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暴力事件, 而是有预谋的屠杀。 人权观察团里的法国代表也站起身来说道, 没错。 我看过莱奥先生拍摄的现场画面, 当时的情况确实不像这位少校所说的那样, 只死了二、三百人。 具体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我不能确定。 但是, 肯定要比这位少校说的要多。 米歇尔女徒, 我建议咱们还是亲自去考察一下。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我建议由联合国派遣一个联合调查团, 详细地调查这里发生的人道危机。 是的, 我和埃杜先生的意见一样。 咱们应该亲自去看一看, 而不是坐在这里听报告。 对了, 我听说三宝龙华商总会在这次暴力事件之中损失最严重。 咱们应该亲自去看一看米国的代表米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米勒的建议让米歇尔感到很意外。 这个律师出身的米国观察员, 一向喜欢提出反对意见。 可是今天, 他却一反常态地要求去现场看一下, 还明确地提出了想要去的地点。 难道说, 米勒知道些什么内幕消息? 此时的方金墨已经从市政厅里溜了出来, 他的胸前挂着联合国观察团的证件。 当地的军警根本没有人敢阻拦他。 经过这几天的休养, 他已经能够脱离轮椅, 自己慢慢地行走了。 当然, 现在就下地行走, 这对他的伤口恢复没有半点好处。 但现在的情况, 让他不得不身先土足。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跟随老方车到了万花岛上, 但当时的情况紧急。 还是有一部分人留在了三宝龙。 老方这次重回三宝龙,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几个暗庄。 这几个暗庄都是三宝龙本地人, 在这次暴力事件中, 他们都侥幸活了下来。 按照提前约定好的地点, 几个人在阿布拉新街的一间五金店里碰面。 方金默在三宝龙的这段时间里, 秘密地发展了二十几个暗庄下线。 这些人什么身份都有, 有的是公务员, 有的是警察, 还有街边的店主和出租司机。 但是前来开会的, 只有七、八个人。 没来的人要么是逃离了三宝龙, 要么就是死在了这场悲剧之中。 房间之中的气氛有些压抑。 方金默叹了口气, 说,各位,我回来了。 大家放心, 有我在, 三宝龙肯定不会乱下去。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辛苦了。 你们先说说, 各自有什么损失。 我会尽力赔偿的。 老方的话音没落, 一个叫卡瓦略谢的出租司机 突然跪在了方金默的面前。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第三代华裔, 汉语已经说得不是很流利, 只见他泪流满面地说道, 黄先生, 我的两个孩子都被这些土人杀了。 我不要赔偿, 我只求你帮我报仇。 我知道杀我孩子的人藏在哪, 我求求你, 帮我报仇。 还有一个叫杜铁的码头搬运工 也跪了下来。 这家伙使劲地在地上磕了几个头, 等他抬起头来时, 额头上已经满是鲜血。 杜铁没有顾得上头上的鲜血, 一脸死灰地说, 黄先生, 我的妻子怀着九个月的身孕, 被暴乱的土人活活烧死在房子里。 我们不需要任何赔偿, 我们要的就是请你替我们报仇。 方金默的手下只带了这几个人, 面对这些情报员的要求, 他有些犯了难。 他现在的情况是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啊。 先不说自己手下这几个人能不能完成任务, 就连自己也是今天刚刚脱离了轮椅。 在这种状态下去杀人, 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 面对这几个向自己下跪的中年人, 方金默决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他们一把。 老方强忍着伤口的疼痛, 将面前的两个人扶了起来, 开口说, 这个仇一定要报。 你们先说说, 这些暴徒现在藏在什么地方? 努哈象郊园。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努哈象郊园距离三宝龙市中心有20公里的车程。 那片地区是三宝龙治安最混乱的地方。 参与三宝龙暴乱的暴徒, 大部分都来自于努哈象郊园。 这一点, 在暴乱爆发之后方金默就已经知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 努哈象郊园被印克罗尼西亚军方派兵保护起来。 整个象郊园附近 驻扎了三宝龙和城旅的两个营, 想要穿过防线去刺杀几个暴徒。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 整个努哈象郊园之中, 有五、六百名训他人。 这些人的外貌基本都是皮肤有黑, 头发卷曲, 在方金默看来。 这些人几乎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想要从如此众多的训他人之中找到两个杀人凶手,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 但是想要重返三宝龙, 老方就必须要做出一些动作来。 只有让三宝龙所有的华人都支持他, 才有可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如果连报仇的事情都无法实现, 人家凭什么要支持你? 所以, 就算是面临的阻力再大, 方金默也必须要完成这次复仇。 想到这, 老方看向身旁的崔宗泽, 开口问道, 小崔, 我知道你们在三宝龙存着一批军火, 有没有狙击步枪? 崔宗泽拉着方金默走到了一旁, 低声说, 我们确实在三宝龙还保存着一批军火。 但是这个任务的难度太高, 想要精准地射杀这两个杀人凶手, 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能成功, 也需要长时间地蹲守。 咱们现在最缺的, 就是时间。 我有一个办法, 咱们可以使用重火力对那个橡胶园进行火力覆盖。 当然, 这样虽然无法保证能够把那两个凶手杀死, 但是, 绝对可以杀伤大部分人。 方金默眼睛一亮, 低声问道, 什么重火力? 20枚华夏产107毫米火箭弹, 其中有5枚林旅燃烧弹。 听到崔宗泽的回答, 方金默倒吸了一口凉气。 崔宗泽口中所说的107毫米火箭弹, 是63式107毫米火箭炮的配套弹药。 这种火箭炮极其简陋, 如果扔在农村里, 几乎让人分不清这是兵器还是农具。 这种火箭炮和高科技, 数字化更沾不上边。 尽管其貌不扬, 但在其服役期间的50多年中, 却屡屡创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使用它的武装力量遍布世界各地, 被称为火箭炮戒的AK-47。 2005年10月14日, 两架英国的钥匙战斗机 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的米军基地 遭到火箭炮的袭击, 一回一伤。 这是自2001年米军进入阿富汗以来, 联军战斗机首次被击毁。 无独有偶, 仅在两个月前, 停泊在约旦亚喀巴港的米军两艘大型军舰 阿西兰号与其沙制号遭到火箭炮的袭击。 阿西兰号两栖登陆舰差一点被击中, 火箭弹越过箭手, 将码头的仓库屋顶 炸出一个直径2.5米的大洞。 两艘米舰立即逃出港口。 与此同时, 以色列埃拉特市机场遭到火箭炮攻击。 这里距离米军向伊拉克运输物资的后勤中心 亚喀巴港只有15000米。 约旦官方介绍说, 袭击者从距离港口8公里远的 亚喀巴市郊平民区 一间山顶仓库向米军战舰发射了三枚火箭弹。 那是一座两层建筑。 袭击者在二楼房顶上 辟出一个一平方米的天窗。 在战场上和107毫米火箭炮交过手的米军一线官兵 普遍对这种外形简陋的东方火箭炮。 心怀敬畏。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 米军一旦发现63式火箭炮的身影, 立即会呼叫空中支援。 对火炮阵地进行毁灭性打击。 63式火箭炮大多数部件不需要工具就能分解结合, 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单管。 两管、四管或八管简易发射。 配合炮身使用的火箭弹更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 最大射程8.5公里。 战斗部重8.33公斤, 杀伤半径12.5米。 一次性发射12发相当于一个榴弹炮营的火力。 最奇葩的是, 107毫米火箭弹竟然可以不需要发射装置, 直接放在地上。 瞄准后, 用几节普通电池和两根普通铁丝或导线就可以发射。 曾经有报道说, 阿富汗人用石头把107毫米火箭弹的后盖砸掉, 在地上摆成一排, 然后用火直接点燃发射。 找辆车, 装上火箭弹, 咱们去努哈象胶园附近转转。 有了这样的大杀器, 方金墨的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就在众人要离开时, 一个名叫徐胜仁的下线突然站了起来。 只见他走到方金墨的身边, 低声说, 黄先生, 有件事我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徐胜仁是三宝龙警署之中为数不多的华裔警察, 只不过他的职位不高, 只是一名普通的巡警。 三宝龙出事之后, 局长宣布所有警察放假。 直到前两天, 雅加达的第一骑兵营进驻, 所有警察才恢复执勤。 就在恢复执勤的第一天, 徐胜仁就发现了异常。 方金墨和他走到了一旁, 就听老方问道, 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吗? 徐胜仁点了点头, 低声说, 昨天我和一个伙计开着车去巡逻, 路过三宝龙华商总会的时候。 发现总会的大楼里面, 有人好像在翻什么东西。 我们下车去查看, 大楼里面的人看到我们, 直接跳窗子跑了。 三宝龙华商总会的大厦, 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 虽然大楼的框架还在, 可是内部完全被烧毁。 就算是想要偷东西, 也不可能到废墟里面去呀。 黄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 方金墨没有多想, 他笑了笑, 说, 或许只是有人想看看 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吧。 好的, 你说的这件事我记住了。 我会注意的。 哦, 对了, 有件事要拜托你。 什么事? 你说。 方金墨拿出了手机, 找出展鹏飞的照片。 看着照片之中的展鹏飞, 老方开口说, 这个人是华夏海昌公司的经理。 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天晚上, 我们在三宝龙的邮轮码头 失去了联系。 你帮我找一找他的消息。 徐盛人看着传到自己手机中的照片, 点头说道, 好的, 我马上去查一下。 下午两点半, 正是一天之中最热的时候。 三宝龙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 湿度更是高达80%以上。 努哈橡胶园外面的驻军, 早就躲在帐篷里睡大觉。 方金墨和崔宗泽 则带着一个望远镜和激光测距仪, 正在观察橡胶园里面的情况。 努哈橡胶工厂很简陋, 一座半公楼, 一座宿舍楼, 外加一个巨大的橡胶车间就是它的全部。 在半公楼和橡胶车间, 有一片巨大的空地。 这本来是工厂的停车场, 在割交的季节, 这里停满了运送生交的卡车。 但现在三宝龙的局势, 所有工程都陷入了停顿, 除了半公楼偶尔有人出入之外。 整个工厂里看不其他人。 跟着方金墨一同前来的老谢指着宿舍楼说, 现在这个时间, 所有人都在楼里休息。 下午五点左右, 车间里会做好晚餐。 到时候,宿舍楼会响铃, 所有人都会集中到车间门口的空地上。 他们会在努哈的带领下进行祷告, 等祷告结束之后, 就会开始吃饭。 哦! 吃饭之前还要祷告? 这可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方金墨还想着先打一发火箭弹, 把所有人从楼里面赶出来。 然后, 再发射剩下的几枚火箭弹, 做到最大限度的杀伤。 可没想到, 这些暴徒在吃饭之前还有这个仪式, 那可真是省了大事了。 听到这, 方金墨回头说, 小崔, 开始计算坐标。 崔宗泽拿着一个小本, 写写画画了几分钟, 然后又拿出激光测距仪, 测量了具体的方位。 紧接着, 他从车上拿出一个弓冰锹, 开始在地上挖了起来。 只见他在地面上 构筑了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土台, 还拿出一个卡齿式的瞄准距。 测量土台的平整度。 小崔的土工作业很不错,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修建了六个同样规格的发射台。 紧接着, 他将六枚107毫米火箭弹 依次摆放到发射台上。 从火箭弹的尾部连接出导线, 接到了按压式发射器上。 做完这一切, 几个人躲在了橡胶园对面的树丛中。 可就在这时, 方金默的电话突然震动起来。 他按下了接听键, 就听米歇尔女土在电话那边说道, 黄, 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要去三宝龙华商总会的现场 去进行勘察。 我希望你能够到场, 为观察团的成员讲述一下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 三宝龙华商总会 方金默的脑子里, 突然想起了徐胜仁刚才说过的话。 难道说, 有人预料到了联合国人权观察团会到三宝龙华商总会勘察? 如果他们在废墟之中做了什么手脚, 那后果, 想到这, 方金默连忙说, 米歇尔女土。 在我没到之前, 千万不要去华商总会。 那里可能有危险。 三宝龙市政厅, 方金默回到市政厅时,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房间里的所有人, 都在等待着方金默的到来。 老方也没有想到, 这位米歇尔女土居然是个如此雷厉风行的人。 本以为她最早也会在明天才开始进行调查。 可谁知道, 飞机仅仅降落了几个小时, 她就要展开行动了。 方金默刚一进门, 米国的代表米勒先生就阴阳怪气地说道, 黄先生, 虽然你不是人权观察团的正式成员, 但你应该明白, 我们来到三宝龙的目的。 是为了你们三宝龙怀疑的权益, 所以, 你有义务配合我们的工作。 在你离开的时候, 能不能跟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打个招呼? 方金默尴尬地笑了笑, 他正要开口解释一下, 令他没想到的是, 华夏的那个州代表居然也跟着说, 就是, 你连声招呼都不打, 就跟我们玩消失, 让我们在这里干等了两个多小时。 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时间有多宝贵? 当然了, 我们几个人也无所谓, 主要是米歇尔女徒。 人家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公署的高级专员,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极其重要的事物要处理。 你是什么身份? 敢让米歇尔女徒等你两个多小时? 这几句话, 差点把老方的鼻子气歪了。 米勒这个米国老找麻烦就算了, 这个姓周的家伙, 竟然也跟着落井下石。 方金默瞪了他一眼, 开口说, 我去医院看看伤口, 这件事米歇尔女徒知道。 再说了, 你是什么身份? 在我面前腰五喝六的。 要知道这里是三宝龙, 不是你作威作福的地方。 方金默这几句话是用汉语说的, 很明显是说给周代表听得。 果然, 老方的这几句话让周代表拍案而起, 只见他脸色张红地指着方金默, 嘴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 好了。 不要吵了。 米歇尔女徒终于开口了, 只见他站起身来, 说道, 黄先生受了伤。 他去医院进行治疗这件事, 我知道。 现在时间还早, 不耽误去华商总会。 好了, 大家现在就出发吧。 方金默匆匆赶回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阻止米歇尔女徒 前往三宝龙华商总会。 可米勒和周代表这么一脚合, 米歇尔女徒已经决定前往华商总会。 看着观察团的人纷纷上了车, 方金默厚着脸皮挤上了米歇尔女徒的专车。 刚一上车, 方金默就开口说, 米歇尔女徒, 我刚才收到一个消息。 昨天晚上, 有人在三宝龙华商总会的大楼里出没。 要知道, 整个华商总会的大楼已经被暴徒烧成了一片废墟。 里面早就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 我怀疑有人想要在华商总会的废墟里搞事情。 具体是什么事情, 我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 我建议你, 暂时不要进入三宝龙华商总会的大楼。 咱们可以让当地警方对大楼内部进行排查, 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现场勘查。 米歇尔毕竟担任过一国元首, 从种种表现来看。 方金默的身份肯定不是一个法律顾问那么简单。 听了老方的这几句话, 他皱起了眉, 开口问道, 观察团到三宝龙华商总会的行程是临时决定的, 怎么可能有人会提前预知我们的行程呢? 这种小把戏可以瞒过一般人, 但绝对瞒不过方金默。 他叹了口气, 说, 是谁提出来要前往三宝龙华商总会的? 米歇尔想了一下, 说, 是米国代表米勒先生。 今天上午, 他在飞机上跟我说, 三宝龙这次暴力事件中, 受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三宝龙华商总会。 人权观察团的调查重点, 应该从这里开始。 你是说, 这一切都跟米勒有关系。 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他的嫌疑最大。 情报工作可是方金默的老本行, 如此拙劣的伎俩, 他一眼就看穿了。 米勒到底是不是内鬼, 到达华商总会之后, 自然就会见分晓。 市政厅距离华商总会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 在扎瓦来少校的带领下。 联合国人员观察团的车队来到了华商总会的大楼外面。 再次来到华商总会, 方金默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这座始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六层红砖建筑, 早已没有了原先的辉煌。 所有的窗户全部破裂, 墙体上还被凿出来许多破洞。 整座大楼看上去就像是福尔加河畔的巴弗洛夫大楼。 车队刚刚停稳, 只见米国代表米勒的车门突然打开。 米勒的秘书, 一位金发碧眼的大波妹, 衣衫不整地从车里跳了出来, 大声地惊呼道, 快来人! 米勒先生癫痫发作了。 方金默和米歇尔女土对视了一眼, 就听老方开口说道, 希望他不是装的。 说着, 他赶紧推开了车门, 快步走到米勒的车门处。 车厢里, 米勒斜躺在后座上, 裤子退下来一半, 身上的衬衫扣子被解开。 一看就是没干好事。 不过干与没干, 这不是老方要关心的事情。 此时的米勒左手六, 右手七, 嘴里面往外吐着白沫, 身体正在不由自主地震站着。 方金默赶紧脱下米勒的袜子, 塞进他的嘴里, 回身问他的秘书。 米勒先生有过癫痫的症状吗? 随身有没有急救的药品? 大波妹子一边系着紧身西装的扣子, 一边红着脸说, 可, 可能有吧, 我不太清楚。 我曾经听他说过一句, 不过他的身体很强壮, 平时也没有发病的迹象。 我问你, 他的身上有没有急救的药物? 俗话说, 胸大无脑, 这个大波妹子典型就是没有脑子。 自己问他, 米勒的身上有没有药物, 可他却说, 米勒的身体很强壮。 这真是我说前门娄子, 你说。 这时候, 周代表也凑了上来。 他看了看车里车外的情况, 一脸吟笑地说道, 呦, 马上疯了。 米勒这家伙, 平时看起来挺正派的, 可没想到, 玩得挺花呀。 这个病可不能耽误, 赶快送医院吧。 要是去晚了, 没准得脱阳而死。 看着还在不停抽搐的米勒, 方金默知道, 这家伙很大概率是装的。 要知道引起癫痫的原因有很多, 外伤或者是气质性的病变都有可能造成癫痫。 但是, 有一种药物, 服用之后也会造成癫痫的症状。 这种药物会刺激大脑皮质部位, 使人体发生剧烈的抽搐, 大小便失禁等症状。 这种药物是特工用来紧急脱险用的, 老方自己就曾经服用过。 米勒突然在这个时间发病, 这已经验证了方金默的猜测, 三宝龙华商总会的大厦里面。 一定有问题。 想到这, 他看了看那个慌乱的大波妹子, 说, 还愣着干嘛, 赶紧送医院吧。 说完, 老方转身对米歇尔女土继续说, 女土, 米勒先生看上去很严重, 还是把她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吧。 至于三宝龙华商总会的勘察行动, 我想还是等米勒先生的症状有所好转。 身体康复之后再继续进行。 方金默计划先把努哈象胶原的暴徒解决, 把人手抽掉回来之后, 再对三宝龙华商总会内部进行一次搜查。 如果能够找到什么证据, 那就说明这件事和米国有关系。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周代表满不在乎地说, 怎么,米国人是你爹啊? 少了张图户, 还吃不了带毛猪了。 米歇尔女土, 你放心, 有我周宽欣在, 你就放心吧。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 越是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我越是想尝试一下。 这次调查, 就由我来牵头。 说着, 周代表带着手下的几个人, 摆着四方布, 就往华商总会的大楼里面走。 与此同时, 在距离三宝龙华商总会 一公里左右的一座二层楼中, 波比盯着望远镜, 口中不停地说着, 进去吧, 你们赶快进去吧对, 再往前走一点。 法克, 为什么停下了? 波比在华商总会的废墟之中, 埋下了150公斤的TNT炸药。 他本想埋上300公斤, 做一个威力巨大的LED, 可几个巡警坏了他的好事。 不过这150公斤的炸药, 也完全能够将人权观察团的人炸成气体。 本来他是计划等观察团的人进入大楼内部, 在进行引爆, 但这些人似乎并不想进去, 只打算在外面走马观花地看一看。 波比决定不再等下去, 他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一朵蘑菇云, 瞬间生腾起来。 别进去。 方金墨冲着周代表的背影大声地喊道, 就在他喊出这句话的同时,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让老方全身的汗毛倒立起来。 紧接着, 一股无形的巨浪拍了过来, 瞬间将他打翻在地。 在倒地的一瞬间, 老方立刻堵住了耳朵, 张开自己的嘴巴。 双肘撑起前胸, 让胸口与地面形成一道缝隙。 就在他做完这一切时, 一声哄天的巨响, 从华商总会的大楼里传了出来。 紧接着, 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 一股黑烟冲上云霄, 形成了一朵诡异的蘑菇云。 爆炸带来的巨大危机, 重创了爆炸点附近的所有人。 停在最前面的几辆军车, 直接被冲击波掀翻, 冲击波夹杂着烟尘, 铺天盖地的迎面飞来。 方金默感觉自己的胸口仿佛被人用十磅中的大锤狠狠地砸中, 强烈地恶心, 让他挖的一声吐了出来。 好在他的身后, 停着一辆防弹的奔驰轿车, 无数细小的碎块击打在车身上, 发出噼啪作响的声音。 老方能够感觉到, 身后有高温在炙烤着他的身体。 天空之中有液体掉落在他的头发和脖子上。 方金默伸手一摸, 天空中降下的竟然是血雨。 足足过了十分钟, 方金默才感觉力量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上。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 眼前的一切, 如同世界末日一般。 停在最前面的几辆军车, 底盘朝上的翻在地上, 原本在最前面开路的几十名土兵。 全都消失不见。 在他的身后, 米歇尔和他的隋远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人权观察团的其他人因为距离爆炸点比较远, 受到的波及比较小。 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地站了起来。 不过, 这些站起来的人看上去都十分地凄惨。 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灰尘, 看上去就像是冰马俑一样。 所有人都在大声地嚷嚷着什么。 可是, 所有人的耳朵都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方金默挣扎着走向了米歇尔的身旁。 在爆炸发生的一瞬间, 他的保镖将他护在了身下。 不幸的是, 一根钢筋击中了保镖的头部, 这名尽职尽责的保镖早已经没了声息。 但被他护在身下的米歇尔女徒看上去却并没有大碍, 只是被冲击波震地晕了过去。 此时, 陆续有观察团的成员亮亮呛呛地走到米歇尔的身旁。 方金默将米歇尔交给他们, 双手比划着要他们将米歇尔女徒尽快地送往医院。 观察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各个国家的文职官员, 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把所有人都炸蒙了。 好在方金默现场指挥, 让幸存的团员尽快撤离爆炸地点。 方金默自己则向着爆炸的忠心走了过去, 巨大的烟尘和炽热的火焰让他几乎睁不开眼。 他随手撕下了衬衣的下摆, 胡乱地围在了脸上, 继续前行。 原本还算完整的三宝龙华商总会大楼, 此刻已经彻底变成一片废墟。 六层高的大楼直接被炸塌, 爆炸的中心形成了一个直径五米的巨大深坑。 看到这一幕, 方金默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样的爆炸, 至少需要一百公斤的TNT炸药才能够完成。 CLA的人为了杀掉自己, 可是下了血本啊。 不行,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CLA的人肯定会来查看毁伤效果的。 想到这, 方金默转身向外面走。 可他刚走没两步, 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老方低头一看, 半具蚕尸就在自己的脚下。 仔细一看, 脚下的这半具蚕尸竟然是周代表。 巨大的冲击波将他直接撕碎。 这半具蚕尸只有一条手臂和脖子以及脑袋, 至于其他的部分, 早已经找不到了。 周代表的双眼瞪得极大, 早已经失去生机的瞳孔之中, 还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看得出来, 他在临死之前应该万分地惊恐。 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让他出这个风头呢? 老方叹了口气, 从他的蚕尸旁边绕了过去。 远在一公里之外的波比也没有想到, 自己让人埋下的蚕尸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巨大的冲击波甚至将一公里之外的玻璃窗都震碎。 要不是在爆炸发生时, 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没准他的眼睛就会被碎裂的玻璃扎下。 波比看了看制作蚕尸的这个中年人, 他叫塞伊德, 是伊拉克伊的特工。 据说他曾经单枪匹马 在恐怖组织潜伏了六年之久。 制作得得这门手艺, 估计就是在恐怖组织中学的吧? 如此巨大的威力, 完全出乎了自己的预料。 看着爆炸的威力, 黄定邦那个家伙, 肯定在爆炸中尸骨无存了吧? 不, 必须亲眼看到他的尸体。 哪怕只是一小片身体组织, 也要确认他的死亡。 想到这, 波比开口说, 派两个人过去, 确认一下黄定邦是否已经在这场爆炸中丧生。 记住, 一定要找到他, 哪怕只是一根手指。 可就在这时, 一名特工走了过来, 面色凝重地说道, 波比先生, 努哈橡胶场出大事了。 三宝龙发生暴乱的这段时间, 努哈感觉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暴乱发生之后, 他带着手下的暴徒大肆地砍杀三宝龙的怀疑。 努哈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死在他的刀下。 他只记得, 光是那一个晚上, 他就换了三把因为砍人太多而变顿的长刀。 还有, 原来杀人是会上瘾的。 努哈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杀第一个人时, 内心之中的恐惧, 让他手脚发软。 可是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的手中流逝, 那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刺激感, 又让他兴奋起来。 这种感觉, 甚至比和女人亲热还要过瘾。 当然, 除了杀人之外, 还有让他更加兴奋的东西, 那就是金钱。 努哈可不是他手下那些没有文化的暴徒。 他很清楚, 三宝龙的华人谁最有钱, 那个店铺存着最多的金银首饰。 在暴乱发生的当晚, 努哈就组织了一批亲信, 暗徒所记地去打劫那些三宝龙的巨妇之家。 仅仅一个晚上, 他就抢到了十年也挣不到的钱。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周。 努哈也带着他手下的暴徒, 整整烧杀劫掠了一周。 直到第一骑兵营进驻三宝龙之后, 暴力事件才逐渐平息。 可即便是如此, 努哈手下的这些暴徒还是不断地出去劫掠。 直到三宝龙第一骑兵营派过来, 一个连队堵在了工厂的门前, 才让这些人暂时安静下来。 为了避免事后被清算, 努哈本打算将手下的这些人遣散。 可是, 波比告诉他, 这只是个开始, 后续还会有更大的行动。 波比给他提供了一笔资金, 让他暂时先把手下的人留下来。 就这样, 橡胶工厂里挤满了烧杀抢掠的暴徒。 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 光是伙食费,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最可气的是, 食堂的厨子竟然贪污了一部分伙食费, 差点让这些杀过人的暴徒暴走。 所以, 每天开饭时, 努哈都会亲自到场, 监督食堂的伙食。 随着晚饭铃声的响起, 几百人冲到了橡胶车间的空地上。 努哈看着厨师将几大桶煮好的鸡块搬出来, 闻着保温筒里散发出来的香料味道, 等候吃饭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 看着下面的这些人, 努哈板着脸, 说, 大家不要急, 每个人都有份。 当然, 在吃饭之前, 我们要先进行祷告。 就在这时, 对面的山上忽然亮起了几团火光, 紧接着, 一阵尖锐而刺耳的呼啸声。 有远及近地传了过来。 努哈可不是没有上过学的文盲, 他在澳洲上学时, 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 观看过本世纪最大的狮子座流星雨。 98年, 正值狮子座流星雨的大爆发。 夜空之中, 每分钟有120颗流星划过。 爆发即止时, 无数的流星游如烟花一般, 从宇宙中落向地球。 这一幕, 深深地震撼了努哈。 当时的他认为, 这是他此生见过最美的夜空。 但是今天, 眼前的景象让努哈重新认识到什么叫做绚烂。 无数红色的火焰从对面的山坡上呼啸而来, 这场面就犹如天上下起了铁雨。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待, 有些土人甚至还以为这是神迹的降临。 居然跪在了地上像这片红色的铁雨膜拜。 可努哈却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神迹, 而是死神的镰刀。 他扔下了手中的饭勺, 转身就往工厂车间里面跑。 可是, 他的速度再快, 又怎么可能比得过 每秒飞行372米的107毫米火箭弹? 就在努哈刚刚转过身去的一瞬间, 几百枚破片已经覆盖住车间门前等待吃饭的人群。 这场面就犹如风吹麦浪一般, 眨眼的功夫, 车间门口的人群已经倒下了一大片。 幸存的人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枚, 第三枚火箭弹接踵而至。 107毫米火箭弹的精度不高, 但火力覆盖的效果极佳。 在两枚火箭弹的叠加作用下, 车间门口的几百个暴徒 几乎没有留下火口。 努哈的运气很不错, 在爆炸发生的一瞬间, 他的脚下一滑, 仰面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无数人倒在了他的面前。 到处横飞的残枝断壁 让这里变成了修罗地狱, 努哈完全被这恐怖的景象吓傻了。 他想要大声地呼喊, 可是嘴里面却说不出来一个字。 他想要爬起来逃跑, 可是身上却没有半点力气。 轰炸还没有结束, 三枚高爆火箭弹过后, 两枚铝每燃烧弹又接踵而来。 白色的火光从天而降, 沾染到还没有死透的暴徒身上。 每个火箭弹里都装着八十个小燃烧弹, 而且还都是由铭合金外壳构成的。 里面更是装满了铝热剂燃烧剂。 铝热剂燃烧的温度能够高达2500摄氏度。 没有在第一波轰炸中死去的暴徒, 尝到了炼狱的味道。 最关键的是, 铝美燃烧剂根本不会熄灭。 就算投入水中, 也会把引燃的物品燃烧殆尽之后, 才会因为没有这火源最终熄灭。 如果一旦沾染到人体的皮肤上, 燃烧剂会烧穿皮肉、骨骼, 最终点燃整个人。 躲过了第一波轰炸的努哈, 似乎用光了他的好运气。 接下来的这两枚燃烧弹, 其中一枚直接飞进了车间的大门。 就在一瞬间, 铝热剂将它整个人点燃。 剧烈的燃烧让鲁哈从地上跳了起来。 在他的视线中, 整个世界开始扭曲变形。 但是, 他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这个变形的世界, 他的眼珠就从眼眶中掉了下来。 鲁哈在发出了最后一声哀嚎之后, 整个人失去了意识。 三宝龙仁慈玛利亚医院, 米歇尔女土经过抢救, 恢复了意识。 但是在刚才的那次爆炸中, 巨大的冲击波让他的肋骨断了两根。 整个人权观察团几乎全员带伤, 包括华夏的周宽新代表在内。 总共有七名观察团成员在这次爆炸中丧生。 黄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爆炸? 劫后余生的米歇尔真的有些怕了。 究竟是谁会在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的眼皮下面引爆炸弹?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践踏吗? 看着一脸憔悴的米歇尔女土, 方金默叹了口气, 说, 我的一位朋友, 是三宝龙的巡警。 是他告诉我, 昨天晚上, 有人在华商总会的大厦里面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干什么。 等到他们进去查看时, 里面的人早就跑了。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但万万没想到, 里面居然埋下了炸弹。 女土, 至于是谁埋下的炸弹, 我想米勒先生应该清楚。 米勒? 他在米歇尔女土的眼中, 米勒只是一个玩弄政治的宿棍。 但黄定帮说的也确实可信, 他在三宝龙华商总会前突然发病, 还提前一步乘车离开到医院去治疗。 这让他有了很大的嫌疑。 如果真的是他搞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难道是米国政府? 米歇尔毕竟是当过一国的国家元首, 对于国际政治, 他十分地了解。 三宝龙的发展, 完全依靠华夏的各大企业投资。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本来就以华人为主的城市。 很可能变成华夏通往太平洋的一个重要节点。 彻底把三宝龙搞乱, 会让华夏在三宝龙投资的企业损失惨重。 也会让华夏海军进入太平洋的梦想破灭。 所以说, 搞乱三宝龙的计划, 还真的有可能是米国在背后搞的鬼。 想到这, 米歇尔不顾别人的阻止, 从病床上下了地, 问道, 米勒先生呢? 他在哪家医院? 我要去看看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仁慈玛利亚医院外面的大街上, 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 紧接着, 街道上的人群开始四处狂奔, 哭喊声, 惨叫声从窗户外面传了进来。 方金墨快步走到窗户边上, 只见外面的大街上。 几十个穿着印克罗尼西亚陆军军装的土兵, 正在肆无忌惮地对着大街上的人群扫射。 在他们的身后, 几辆军用卡车正快速地驶来。 越来越多的军人从车上跳下来, 加入这场屠杀之中。 就在这时, 人权观察团的一位随员连滚带爬地闯进了米歇尔的病房之中。 只见他神色慌张地说道, 不好了, 三宝龙的军队叛乱了。 他们正在无差别地杀人。 米歇尔女徒, 咱们现在怎么办? 正在大街上肆意屠杀的军队, 隶属于三宝龙和城旅。 这支部队已经被印克罗尼西亚政府宣布为叛军。 在第一骑兵营进驻三宝龙之后, 这支部队被骑兵营缴械, 军官全部被抓捕。 土兵则被看管在军营之中。 可是, 刚才发生的爆炸, 让第一骑兵营的营长和几名连长全部阵亡。 这个消息, 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被勘压这些叛军的营地。 勘守叛军的土兵大部分前往爆炸地点救援, 营地之中的叛军趁着勘力空虚的机会。 夺枪杀人, 再一次杀回了三宝龙市区。 如果说上一次的屠杀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行动, 而这一次则完全是失去控制的杀戮。 数百名叛军杀入三宝龙市区, 屠杀着他们看到的一切生命。 看到这一幕, 方金默知道, 再一次的屠杀无法避免。 想到这, 他开口说道, 大家赶紧跟我走, 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在万花岛上, 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的成员沮丧地坐在会议室里。 没有人想到, 三宝龙居然如此地凶险。 在暴力活动中, 侵犯人权的问题还没有展开调查, 观察团就在爆炸中死去了了七个人。 其中包括跟随米歇尔女土十多年的保镖, 还有华夏国的代表周宽新。 这样的打击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联合国自从成立以来, 还没有遭遇过如此重大的损失。 当华商总会发生爆炸时, 方金墨距离爆炸中心仅不到200米。 如果不是他及时趴在防弹汽车的后面, 他很可能无法从这场爆炸中幸存。 尽管他成功逃过一劫, 但肺部受到了冲击波的严重挫伤。 现在, 每说一句话都会引发剧烈的咳嗽, 咳出的坛中还带有鲜红的血丝。 方金墨转过身, 将沾满血丝的手帕塞进了裤兜里, 开口说, 各位, 我刚刚接到留在三宝龙的人打来的电话。 三宝龙合成旅的土兵滑遍了。 这个部队就是制造邮轮码头惨案的凶手。 第一起兵营进驻三宝龙之后, 将这支部队绞了泻。 可是在爆炸发生之后, 这支部队的土兵抢夺了看守的枪支, 又重新进入三宝龙大肆屠杀。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的手中没有任何的反击力量。 所以, 三宝龙的华裔只能任人宰割。 几百年来, 华裔在三宝龙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让这里从一片不毛之地, 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但是长久以来, 三宝龙的华裔一直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 十几年之前, 华裔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 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 但无论是上学, 还是竞选官员。 华裔的头顶上, 总是有一道看不见的天花板。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下行, 印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将经济为米不振的罪责都推到了华裔的身上。 这才有了三宝龙的这次暴乱。 方金默越说越激动, 三宝龙华人的遭遇, 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但现在的问题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对三宝龙的华裔伸出援手。 联合国虽然派出了人权观察团, 但老方知道, 联合国听上去很高大声,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利。 就连联合国派出的观察团, 也差点在这次爆炸中全军覆没。 想到这, 方金默一阵剧烈的咳嗽, 鲜血从他的口中直接喷了出来, 将身上的衬衫染红了一片。 邦哥! 黄先生! 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惊呼声。 方金默擦掉了嘴角边的鲜血, 摆摆手说道, 我没事。 我的话还没说完。 三宝龙再一次被叛军截掠, 这完全是因为印克罗尼西亚政府的纵容。 在这里, 我要代表三宝龙的所有怀疑 向米歇尔女土提出我们的要求。 你说? 米歇尔女土严肃地说道, 为了避免继续发生大规模的屠杀, 我请求联合国向三宝龙派出维和部队。 在三宝龙彻底恢复和平之后, 我们三宝龙市要求自治。 在印克罗尼西亚联邦内部, 本来就有自治省的存在, 像临近三宝龙的日惹地区。 就是一个自治地区。 所以, 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只有实行自治, 三宝龙怀疑居民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 具体的细节还有带商榷。 方金默的这番话, 让米歇尔对他刮目相看。 他本以为黄定邦会提出一些什么援助之类的要求, 可万万没想到。 他的要求竟然是区域自治。 纵观最近这几十年的历史, 局部的战争冲突不胜枚举, 但最终战后的结果。 免不了还是弱肉强食的游戏。 黄定邦提出的这个要求, 是眼前能够解决种族屠杀的最好办法。 但是, 想要真正地实现这个结果, 可以说的希望渺茫。 米歇尔女土叹了口气, 说, 黄先生, 你的要求, 我会在联大会议上提起讨论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制止三宝龙正在发生的种族屠杀。 各位代表, 我打算向联合国特别会议提起紧急议案, 要求联合国在72小时之内, 向三宝龙派出维和部队, 以维护该地区居民的生存权。 大家又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这次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的主要代表总共有五名, 这五名代表分别来自澳洲、法国、米国、 华夏以及米歇尔女土。 现在, 华夏的州代表被炸成了碎片, 米国的米勒代表不知所踪。 回到万花岛上的, 只剩下米歇尔女土和澳洲。 法国的代表, 米歇尔女土的意见已经表明, 法国代表也郑重地点了点头, 说, 我赞成米歇尔女土的意见, 尽快向三宝龙地区派遣维和部队。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澳洲代表的身上。 澳洲因为靠近东南亚地区, 在印克罗尼西亚联邦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澳洲不但是联邦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当地旅游业的主要客源地之一。 所以,澳洲代表的意见尤为重要。 这位澳洲代表犹豫了半天, 开口说, 我基本上同意向三宝龙地区派遣维和部队。 但是,等到恢复和平之后, 三宝龙何去何从, 还需要进行多方的磋商才能决定。 当然,我个人很同情安宝龙居民的遭遇, 但是,澳洲和英国果然是一脉相承, 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对于这种鼠手两端的行为, 国际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米歇尔女土当然知道她的意思。 只见她打断了这位代表的话, 开口说, 既然大家的意见形成了统一, 那么咱们就要尽快地回到联合国总部, 督促联大会议, 尽快形成决议。 向三宝龙派遣维和部队。 黄先生,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请给我们找一条船。 下午六点, 联合国人权观察团乘坐一艘渔船前往旅宋。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们将会在明天中午抵达旅宋, 从那里乘坐飞机返回联合国总部。 方金默能够看出来, 米歇尔女徒确实是想帮助三宝龙的华裔解决现在面临的困境。 但问题是, 联合国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 而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 派遣维和部队的事情, 手续很复杂, 就算是全部通过决议, 等到维和部队组建完毕,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所以, 想要解决现在的困局, 只有靠自己。 人权观察团离开后一个小时, 方金默召集手下的班底继续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要不要趁着三宝龙再次混乱的机会, 一举杀回去。 根据我留在三宝龙的线人传回来的消息, 现在正在进行暴乱活动的, 是合成旅的土兵, 或许已经不能用土兵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旅长已经死了, 剩下的这些人本来已经被缴械, 但今天发生的爆炸, 让第一骑兵营乱了阵脚, 这些暴徒趁乱抢夺了武器, 再次杀回三宝龙。 在上一次的暴乱中, 别管是暴徒, 还是合成旅的土兵, 他们的背后都是有人组织。 尤其是合成龙城, 还有重武器的加持。 可现在, 他们只是一伙武装暴徒。 我觉得, 咱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回到三宝龙。 大家有什么意见? 方金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方很清楚, 有人组织和没人组织完全是两个概念。 现在流窜在三宝龙的暴徒虽然人数众多, 但没有人带头, 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如果趁着这个机会, 将三宝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对于以后的自制计划将大有帮助。 听完了老方的这番话, 丫头哥和蒲社长一致表示同意。 这两个老家伙鬼精鬼精的, 如果方金默提出的自制能够成功, 这简直就是开疆阔土的功劳啊。 凭他们对方金默的了解, 这家伙如果没有把握, 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所以, 他们打算跟着方金默搏一把。 可侯耀祖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只见他皱着眉说, 你说得不错, 现在确实是个好机会。 但现在的问题是, 咱们的手里面只有六、七百个学生, 刚刚训练了不足一周的时间。 这些孩子很听话, 但是也仅仅学会了如何开枪。 如果就这样把他们拉到战场上, 恐怕。 侯教官, 三宝龙是我们的家园, 为了夺回我们的家园, 我们三宝龙华文学校的所有人都甘愿赴死。 没等侯耀祖把话说完, 华文学校的赵校长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紧接着, 和永安的陈修明也站了起来, 只见他冲着会场里的人拱了拱手, 开口说, 三宝龙不光只有这些学生在, 我们这些书败辈的老家伙也是在三宝龙出生的。 我不懂什么军事, 但是我知道, 阿邦说的话应该不会错。 既然他决定趁这个机会回到三宝龙, 我这把老骨头愿意做开路先锋。 陈修明的这几句话彻底点燃了大火的热情。 侯耀祖见状, 只好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干吧。 方金默难得地笑了笑, 说, 既然这样, 大家抓紧时间准备。 晚上九点, 咱们乘船出发, 杀回三宝龙。 三宝龙市政厅, 原本守卫着这里的第一骑兵, 官兵死得死, 逃得逃。 和城旅的二百多名溃兵重新占据了市政厅, 那些没来得及带走的武器装备, 让这群暴徒重新武装起来。 带领这伙暴徒的是一个名叫乌诺的中尉。 这个人原本是和城旅的一名牌长, 在骑兵第一营对军官进行甄别时, 他趁乱换了一身上等兵的军装, 混在了土兵的队伍里。 这才躲过了被遣送到军事监狱的命运。 乌诺这个人在部队之中的人员很好, 和城旅的土兵被集中看管之后, 乌诺俨然成了这五六百名土兵的首领。 除了人员好之外, 乌诺还跟看守他们的第一骑兵营的军官搭上了关系。 在送出了几件金首饰之后, 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就在今天下午, 第一骑兵营的这名军官告诉乌诺, 三宝龙市区发生了大爆炸。 第一骑兵营的营长被炸死, 联合国人权观察团的几名代表也死在了这场爆炸之中。 两个人正在闲聊, 这名看守他们的上尉接到了一个电话, 带上了两个牌的兵力去市区支援。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乌诺知道, 合成旅的这些土兵迟早要被清算。 尤其是他, 为了躲避军事法庭的审判, 故意混在了土兵的队伍中。 如果一旦被人发现, 他面临的很可能是死刑。 何不趁着这次机会, 从营地之中跑出去。 到时候, 随便找个小岛一藏, 联邦陆军绝对不会对着一个中尉盯着不放的。 令乌诺没有想到的是, 他临时想出来的一个计划, 居然成功了。 不但成功, 还出奇地顺利。 尤其是有一伙土兵, 在一名中土的带领下, 居然又杀回了三宝龙, 继续开始大肆地截掠。 尝过了一次甜头的合成旅土兵, 当然不肯放弃这样的机会。 所以, 剩下的人在乌诺的带领下, 再一次地回到了三宝龙。 普通的土兵还在到处搜刮着财物, 但乌诺知道, 经过多次的洗劫, 三宝龙幸存的人身上, 已经刮不出多少油水了。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毕竟手里有枪, 才有立足的根本。 所以, 乌诺带着人来到了市政厅。 本已会经过一场苦战, 可市政厅的第一骑兵营却已经坐鸟受散。 只剩下散落一地的武器装备。 乌诺命令手下的三百多人, 尽快地武装起来, 第一骑兵营遗留下来的武器不算很多。 只有一百多支步枪, 子弹更是稀少, 每支步枪只有一个弹匣的子弹。 不过这也比那些赤手空拳的溃兵要强得多。 有了这批装备, 他就是三宝龙最大的庄稼。 排长, 咱们也去抢劫吧。 苏坎通他们已经带着人向别墅去去了, 咱们要是去晚了, 什么也抢不到了。 手下的一名中途一脸期待地看着乌诺, 在这些土兵的眼里, 只有钱才能让他们心动。 可乌诺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说, 帕亚中途, 如果有一块面包, 你觉得是你一个人吃好? 还是一百个人吃好啊? 当然是一个人吃。 呃,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会分给你一半的。 帕亚中途说的是实话, 毕竟原来在部队时, 乌诺对他还算不错。 听到这个回答, 乌诺满意地点点头, 笑着说, 三宝龙的别墅去, 就好像是那块面包。 这块面包已经被无数人吃过了, 就算咱们跟过去, 也不过是见一些别人剩下的残羹剩饭。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寻找一块新的面包。 新的面包, 去食品厂吗? 帕亚中途显然没有明白乌诺的意思。 看着眼前这个白痴, 乌诺恨不得一枪崩了他。 可现在, 只能利用这些白痴了。 他摇了摇头, 说, 不是食品厂, 是三宝龙商业银行。 据我所知, 商业银行有一个地下金库。 上次咱们进入三宝龙时, 我曾经带队去过地下金库。 可地下金库的大门十分坚固, 用手榴弹根本炸不开。 你带上五十个人, 拿上第一骑兵营留下的炸药, 去把金库的大门炸开。 然后,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到车上。 乌诺的这番话, 让帕亚中途瞪大了眼睛。 他根本没有想到, 乌诺中尾 居然要去抢劫银行, 而自己还在想着 去每家每户地搜刮一些破烂。 怪不得人家是中尾, 而自己只是个中途呢? 只凭这一点, 自己就跟中尾差得太远了。 帕亚,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去把银行金库里面的东西 全部拉出来。 这个任务只有交给你, 我才会放心。 如果有人在路上阻拦你们, 不要犹豫, 直接开枪。 记住, 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生活。 乌诺双手抓着他的肩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帕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用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盯着乌诺中尾, 问道, 这么重要的任务, 你不亲自带队去吗? 看着帕亚那双左眼站岗, 右眼放哨的眼睛, 乌诺笑了笑, 说, 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 你应该知道, 咱们在三宝龙待不下去了。 我到海边去找船, 等你把银行金库的东西拉回来, 咱们一起坐船离开三宝龙。 别管是去哪个小岛, 或者干脆去几内亚, 有了这笔钱, 咱们今后就会过上吃喝不愁的日子了。 乌诺画出来的大饼, 让帕亚的两只眼睛直放光。 他已经开始幻想以后的日子了, 没有了打人的长官, 没有要命的训练。 每天好吃懒做地躺在椰林下面, 吹着海风, 看着海景。 嗯, 如果再有一个女人的话, 这样的生活简直绝了。 正在憧憬美好生活的帕亚, 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口水 已经从嘴里淌了出来。 看着这家伙一脸没出息的样子, 乌诺厌恶地皱了皱眉。 他使劲地拍了拍帕亚的胳膊, 开口说,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从幻想中清醒过来的帕亚 伸手擦了擦已经躺到胸前的口水。 紧接着, 他用刚刚擦过口水的那只手 向乌诺敬了个礼, 说, 乌诺中尉, 我一定会把金库里的所有东西 都带回来的。 为了保证洗劫银行金库能够顺利进行, 乌诺将大部分的枪支弹药都装备给了帕亚的队伍。 剩下的这一百多人, 只有四、五十支枪, 子弹更是少得可怜。 平均起来, 每支枪还不够一个弹侠。 接下来, 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艘船。 等到帕亚把银行的金库搬空之后, 所有人乘船离开这个鬼地方。 三宝龙现在这种状况, 根本不会有人怀疑到自己的身上。 看着帕亚的车队消失在街道尽头乌诺队剩下的土兵说道, 弟兄们, 不想留在三宝龙等死的, 就跟我一起去游轮码头。 咱们去找一艘船, 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家放心, 我乌诺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应该清楚。 总之, 我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 这群溃兵早已经知晓自己的处境, 一旦三宝龙恢复了平静, 联邦政府肯定要对他们进行清算。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跟着乌诺拼一下。 再说了, 乌诺这个人平时还算厚道, 跟着他应该不会吃亏。 更何况, 大家本来就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 大不了一拍两散嘛。 乌诺中尉, 我们都支持你, 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我早就受够了现在这种日子了。 就是, 谁敢不听乌诺中尉的命令, 就是跟我苏思登过不去, 先问问我手里的枪同不同意。 看着这乱轰轰的一百多名溃兵, 乌诺的双手做出了一个下压的动作。 等到人群之中喧闹的声音小了一些, 他继续说道, 既然各位弟兄都支持我,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向邮轮码头进发。 与此同时, 距离邮轮码头不远处的沙滩上, 方金墨带着由三宝龙华文学校为主力的队伍。 乘坐小艇从舶船上登陆到三宝龙。 经过短暂的训练, 这些稚嫩的学生虽然紧张, 但却很遵守纪律。 在行动的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 五百多人的队伍顺利地踏上了三宝龙的土地。 就在方金墨准备命令队伍向三宝龙市政听进发时, 负责侦查的普社长在通话器里低声说道, 有一支二百人左右的部队正在向你们的方向前进, 注意隐蔽。 方金墨选择的登陆地点, 距离三宝龙市政听不行, 只需要十五分钟。 登陆点附近有大片的椰树林, 可以容纳登陆部队藏身。 只要所有人都顺利登案, 拿下市政听只是迟早的事情。 可是, 普社长带来的情报, 让老方的心里一惊。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难打的仗就是登陆站。 登陆作战,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在古埃及、 波斯、 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相互征战中已经出现。 在华夏春秋鲁埃宫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485年, 有无法齐的登陆作战行动。 近代著名的登陆战役有诺曼底登陆和瓜达卡纳尔岛登陆战等等, 纵观每一次登陆战。 进攻的一方无意不是死伤惨重。 在面临敌人摊头阵地的疯狂防御时, 进攻方的土兵往往会因为死伤过多而陷入崩溃。 尤其是方金默带领的这支队伍, 所有人都没上过战场不说, 部队的主力还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孩子。 没有战斗经验, 年龄又小, 一旦遇到敌人的狙击, 这支队伍肯定会崩溃。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老方选择一处偏僻的地点来登陆。 可是, 这支突然出现的部队, 让方金默有些措手不及。 所有人都已经上岸, 如果现在撤回到船上去, 一来是时间上来不及。 二来, 如果被人家半度而击, 损失可能更为惨重。 现在, 只有硬着头皮打一场遭遇战了。 想到这, 方金默叫来了带队的人, 低声说, 前面有一支二百人左右的部队, 正在向咱们这里快速接近。 估计再有十分钟左右, 双方就能接触上。 如果咱们现在撤走, 很可能会被他们追击。 这些学生没有战斗经验, 很可能会被击溃。 所以, 我决定跟这支部队碰一下。 这是咱们杀回三宝龙的第一仗, 只能胜, 不能败。 大家有什么意见? 所有人都清楚, 和三宝龙的暴徒硬碰硬地打上一仗, 他从三宝龙的湿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有这些人在场, 当然不能让这些学生打头阵。 老方摇了摇头, 说, 时间紧迫, 咱们长话短说吧。 我带着第一连, 从正面吸引对方的火力。 赵校长带着第二连, 从左面包抄。 侯教官带着第三连, 截断这支部队的退路。 记住, 一定要发扬火力优势, 不要靠得太近。 就这样, 开始行动。 乌诺记得很清楚, 三宝龙的游轮码头上停靠着许多船只。 这些船只大部分都属于三宝龙的富商, 平时有专人, 负责看管和保养。 但自从三宝龙发生暴乱以来, 负责看穿这些游艇的保安早就不知去向。 这些造价昂贵的游艇也就成了无主之物。 参与暴乱的这些土人, 还在为了几百上千卢比而大肆杀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一艘游艇的价格是他们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 乌诺计划抢几艘最豪华的游艇, 不但能够将金库里洗劫来的财物全部装下。 到时候还能把这艘游艇卖出去, 这又是一大笔收入。 乌诺带领的这支队伍, 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 能打的都被他派去洗劫三宝龙商业银行的金库。 到游轮码头去找几只船, 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可言。 所以, 这支队伍根本就没有派出兼兵进行侦查。 就这么毫无顾忌地走在通往游轮码头的大街上。 乌诺的心里还在盘算, 从三宝龙离开之后, 这些人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是找一个比较大的岛屿隐藏起来, 还是随便找一个小岛, 称王称霸? 远处已经能看到三宝龙邮轮码头, 码头上的邮轮依旧安静地停靠在驳位上。 正随着海浪轻轻地晃动着, 乌诺的眼睛正四处寻找着众意的船只, 就在这时,远处的黑暗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火光。 紧接着, 震耳欲聋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方金墨他们装备的, 是江宽宗送来的高力八十八式自动步枪。 这种步枪, 其实就是苏制AK-74步枪的高力防品。 突如其来的子弹, 让乌诺的队伍瞬间死伤惨重, 至少有五十人在第一波的袭击中重弹倒地。 剩下的人开始四散奔逃, 可赵校长带领的第二连早已经到位。 这些由学生组成的连队没有冒进, 而是老老实实地趴在掩体后面。 对着四散奔逃的溃兵猛烈射击。 乌诺走在队伍的后面, 当枪声响起的一瞬间, 他立刻趴在了地上。 漫天飞舞的子弹, 在夜空中划过一道道红色的弧线。 无数人在他的身边倒下, 耳边全是重弹后的伤兵凄惨的叫声。 乌诺完全被这次袭击打猛了。 他根本搞不清袭击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人。 当然, 他也没有心情去了解,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地逃命。 作为一名军官, 乌诺的军事素质还算不错。 他尽量地压低身子, 向后面快速地爬行。 跟在他周围的土兵一葫芦画瓢, 跟在他的身后躲避着子弹。 可是他们刚爬了几十米的距离, 原本空荡的后方, 突然扔过来一枚手雷。 爆炸的手雷将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的土兵 炸得飞了起来。 紧接着, 一个人用印尼语大声喊道, 双手抱头, 从地上站起来, 否则我们要继续扔手雷了。 乌诺彻底地绝望了。 身后的这些人彻底切断了他们的退路。 前面的土兵基本上已经死伤殆尽, 围在他身旁的土兵只有三十几个。 其中一多半手中连把枪都没有。 凭着身旁的这些人, 根本不可能从包围圈里冲出去。 如果对方继续扔手雷, 所有人都会被手雷炸成筛子。 现在, 只有保住性命, 等候帕亚中途, 带人回来营救自己了。 想到这, 乌诺从口袋中掏出提前准备好的一块白色丝巾, 伸出手臂在空中不停地晃动。 同时大声喊道, 不要开枪, 我们投降。 乌诺的这番操作, 让身旁的土兵都傻了眼。 谁也不曾想到, 乌诺中尉的身上居然随身携带着一块白色丝巾。 看来这个家伙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都提前做好了预案。 既然乌诺已经投降, 其他的土兵也跟着他双手抱头站了起来。 侯耀族指挥着手下的队伍, 一步步地向乌诺这些人靠近。 随着包围圈的逐渐缩小, 几个经验丰富的特工上前, 将乌诺他们这些人按在地上。 双手用皮带捆住, 送到了方金墨的面前。 本以为是一场恶战, 可万万没想到, 仅仅是一次急火射击, 就把将近二百人的队伍彻底打残。 乌诺手下的这些土兵, 有一百多个被当场击毙。 剩下的全部都身受重伤, 如果得不到救治, 估计这些人活不过今晚。 剩下的这三十多人, 全部被侯耀祖包了饺子。 直到这些人被带到方金墨的身前, 老方都觉得这场仗打得简直不可思议。 你的姓名, 职务。 面对跪在地上的乌诺, 方金墨毫不客气地问道。 乌诺还在期待着帕亚中途能够及时带着人回来。 面对方金墨的质问, 他没有硬抗, 而是痛快地说道, 我们是三宝龙合成旅的土兵。 我们的指挥官已经被打死了。 我们只是普通的土兵, 只能听从上面的命令。 先生, 相信我, 我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 你要相信我, 我是一名虔诚的教徒, 我的教义规定我不能滥杀无辜。 我以我父亲的名誉启示, 我真的没有在三宝龙杀过任何一个人。 方金墨当然不相信他的鬼话。 尤其是听说这个家伙来自三宝龙合成旅, 老方就可以确定。 这个家伙的手上肯定沾满了三宝龙怀疑的鲜血。 这群恶魔根本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必要。 老方看了侯耀祖一眼, 低声对他说道, 把这些人带到学生那里, 让这批学生练练胆子。 嗯, 这不好吧。 侯耀祖当然知道方金墨口中的练练胆子是什么意思。 方金墨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 紧接着, 普社长在通话器里喊道, 又来了一支车队, 对方的火力很猛。 老侯, 让你的人带上火箭筒, 把这支车队打掉。 算了, 我跟你一起过去说着, 方金墨抓起身旁的步枪, 向焦火的方向走去。 可他刚走了没两步, 一颗榴弹击中了他的头盔。 方金墨只觉得眼前一黑,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脊髓电击法没有太大的风险, 通过在颈髓C2、C4水平应挤膜外放置刺激电击, 脉冲刺激精上行网状激活系统传至大脑皮质, 增加脑的局部葡萄糖代谢率及脑血流, 促进兴奋性递质的释放, 增强意识冲动及脑电活动, 以此来促进患者苏醒。 这种手术已经很成熟, 在国内已经有上万名病例, 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的情况。 你放心, 我们的医生是从301医院请来的, 技术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方金墨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胸前连接着生命检测仪的线束。 迪利·拜尔站在他的身旁, 正在听医生讲述着手术前的风险。 像这种外伤造成昏迷的病人, 越早干预, 苏醒的几率越大。 根据临床统计, 经过脊髓电击法干预后的病人, 有三成的希望被唤醒。 迪利·拜尔焦虑地看着病床上的方金墨, 轻轻地叹了口气, 说, 医生, 你跟我说实话。 像他这种情况, 有多大的可能被唤醒? 医生推了推脸上的眼镜, 开口说, 这个可不好说。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的人睡着觉, 就进入了植物状态。 但是大多数病人都是因为外伤造成的。 像他这种情况, 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大脑受到了强烈的震荡。 这种情况在国内也发生过, 我个人感觉, 唤醒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听完医生的话, 迪利·拜尔似乎是下了什么决心? 只见他面向医生, 郑重地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尽快安排手术吧。 话音未落, 病床上的方金墨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迪利·拜尔赶紧来到他的病床边, 准备给他带上吸弹机。 可就在这时, 方金墨的双眼突然睁开。 他一把抓住了迪利·拜尔的手, 虚弱地说, 我在哪儿? 突然苏醒的方金墨, 惊呆了病房里的所有人。 迪利·拜尔愣在了原地, 呆呆地看着方金墨,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站在一旁的医生也是愣了一下, 但接下来, 他立刻冲到了走廊里, 大声喊道, 糊涂! 推仪器过来。 病房的走廊里,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值班的糊涂, 推着抢救仪器, 直接冲进了方金墨所在的病房里。 经过一番检查, 幻米步行的方金墨, 居然毫无征兆地苏醒过来。 除了身体有些虚弱, 以及肺部的挫伤没有完全康复之外, 他的身体没有其他的症状。 听到这个消息, 迪利·拜尔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他边哭边说道, 你知不知道, 你昏迷了差不多一个月。 那天晚上, 一颗榴弹击中了你的头盔, 要不是子弹飞行的距离很远, 已经没有杀伤力了。 你现在已经烧成灰了。 你说你这么拼命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牵挂你? 你受伤的事情, 我都没敢跟小秋说。 这姑娘你也知道, 她要是听说你受伤了, 估计连穴都不上了。 老方, 你能不能为别人考虑一下? 你要是真死了, 我们怎么办? 一个月? 我昏迷了这么久吗? 方金墨的记忆, 还停留在杀回三宝龙的那个晚上。 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迪利·拜尔, 老方墙挤出一个笑容, 说, 放心吧, 我命大, 死不了。 对了, 三宝龙现在的局势怎么样了? 侯耀祖控制住了局面, 带着手下的学生军, 控制了三宝龙的大部分区域。 市区内的暴徒已经彻底被肃清了, 相关的损失正在统计之中。 初步的数据已经交给了人权观察团的米歇尔女徒。 不过印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也派遣了一个装甲师开到了三宝龙附近, 准备接管三宝龙的防务。 侯耀祖带人击毁了两辆坦克, 暂时抵挡住了这支部队。 不过三宝龙的形势还是不容乐观, 凭他们这些人, 很难挡住一个装甲师的进攻。 还有一个好消息, 联合国已经做出决定, 向三宝龙派遣维和部队。 估计再有半个月的时间, 维和部队就能够进驻三宝龙。 如果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 不让联邦政府的部队进入三宝龙, 咱们就算是成功了。 狄利贝尔的这番话, 让老方的心又揪了起来。 侯耀祖的手里, 只有五、六百人。 手中的武器更是以轻武器为主, 根本没有对抗装甲部队的资本。 如果联邦装甲师铁了心地 想要进驻三宝龙, 凭借他们手中的力量, 无异于唐臂当车。 不过狄利贝尔接下来说的话, 又让老方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你的那个高丽朋友崔宗泽, 一个星期之前, 又带着两艘货船到了三宝龙。 这个人的手笔可真不小, 运来了一批反坦克导弹, 还有几辆坦克。 侯耀祖他们正是凭借这些装备, 才和联邦装甲师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如果不是你的这位朋友, 三宝龙早就被联邦装甲师控制了。 递了, 他听说你受伤之后, 连夜开船回去了, 说是过几天来看你。 正说着, 方金墨的病房突然被人推开, 两个陌生面孔走进了病房里。 其中一个人冲着方金墨笑了笑, 开口说, 黄先生, 我们是湘江联络公署的工作人员。 刚刚接到通知, 有一位朋友想要来探望你。 我们提前过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另外一个人走上前来, 笑着说, 为了方便会见客人, 我们打算将你转到特户病房。 当然,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来。 方金墨有点猛圈, 他住在枪惠山军营医院, 这件事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吧? 是谁要来探望自己? 看这架势似乎开头还不小。 方金墨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旁的迪利败尔就一脸不满地说道, 这不是折腾人吗? 到底是来看病人, 还是要病人去见他呀? 我们就住在这, 哪儿也不去。 他们愿意来就来, 不愿意来就算了。 想在我们面前耍微风, 门都没有。 迪利败尔的反应 让联络公署的两名工作人员面面相去。 这两人相互看了看, 其中一个人说,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跟上面汇报一下。 对了, 客人随时可能过来, 请黄先生留在病房里。 滚蛋! 你看他现在像是能走的样子吗? 迪利败尔很罕见地发了标。 轰走了这两个不速之客, 迪利败尔关上了房门, 转身问道, 到底是谁呀? 来看个病人还摆那么大的谱。 他以为他是谁? 皇上吗? 方金默也很纳闷, 按理说, 自己住院的消息应该没有人知道。 对方既然找到这里, 这就说明很有能量。 不过自己住的是湘江的枪汇山军营, 是驻港部队的医院。 安全问题应该绝对有保障。 毕竟这里除了医院之外, 还住扎着一个基布营, 应该不会有人在这里搞事情吧。 就在这时, 病房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听着杂乱的脚步声, 来人至少有二十几人之多。 脚步声在病房的门口停了下来, 紧接着,病房响起了敲门声,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方同志, 我是崔宗泽。 我要进来了。 病房门被推开, 崔宗泽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 在他的身后, 四个穿着黑色西装, 留着干练寸头的年轻人 跟着他一起进入了房间。 这四个人各自从怀中拿出 类似于金属探测器的检测仪器。 开始对着这间病房 一寸一寸地进行检查。 这几个人折腾了足足有十几分钟, 确认房间安全后, 其中一个人转身走出了病房。 趁着这个功夫, 崔宗泽在方金莫的耳边低声说, 听说你受伤了, 将军很关心你的伤势。 我这次来, 带着我国最著名的脑科专家 来替你进行诊疗。 除了看病之外, 还有一个人想要见见你。 崔宗泽的话音未落, 门外传来了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咔哒声。 一双贱美得如同小鹿一般的眉腿, 出现在方金莫的视线之中。 方先生, 好久不见了。 一年多的时间没见, 金乳镜平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方金莫知道, 这是常年身居高位, 自然养成出来的气息。 当然, 老方很不喜欢这种气息。 作为拥有这种气息的人, 能够轻易地决定别人的生死。 而方金莫, 从来不习惯这种被人操纵在手中的感觉。 金乳镜先是看了看病房的环境, 最终把目光落在了方金莫的身上。 只见他冲着方金莫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方先生, 我记得咱们上一次见面, 是在烽火医院的病房里。 没想到再次见面, 依旧是在病房里。 金部长,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想到你会来。 其实, 方金莫的话刚刚开了个头, 只见金乳镜摇了摇头, 打断了他的话, 说,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不要叫我金部长, 叫我乳镜就可以了。 这句话说完, 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默。 方金莫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姜宽宗更是把头捶得很低, 两只眼睛盯着脚尖, 犹如老僧入定一般。 至于迪利败尔, 则是彻底被眼前这个女人震惊了。 作为一名特工, 他当然清楚金乳镜的身份。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身份高贵的女人, 怎么会亲自到医院里来看方金莫这个家伙。 而且, 从他们之间的对话看来, 两个人似乎还有些说不清到不明的关系。 就在迪利败尔偷偷地打量着金乳镜时, 金乳镜也把目光投向了迪利败尔。 只见他冲着迪利败尔微微一笑, 开口说, 这位小姐, 我有些话想要跟方先生单独谈谈。 迪利败尔怎么说, 也是在特工圈子里混了二十几年的人物, 想当年在中亚各国, 也是总统的座上宾,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就在他想要开口反驳时, 方金莫突然说道, 败尔, 我这里没问题, 你先出去吧。 这两人肯定有事。 迪利败尔愈发地确定了心中的猜测, 就听他冷哼了一声, 静止走出了房间。 崔宗泽没等金乳镜说话, 也跟着退出了病房, 并且很贴心地关上了房门。 病房里, 只剩下方金莫和金乳镜二人。 老方尴尬地半躺在病床上, 开口说, 那什么, 你喝水吗? 金乳镜笑了笑, 在方金莫的身旁坐了下来, 说, 你在三宝龙的事情。 江宽宗已经告诉了我的哥哥。 他运过去的那些装备, 都是我哥哥支援你的。 我知道, 你肯定是带着某种任务到三宝龙的。 虽然我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但如果你不愿意干, 没有人可以勉强你。 我的话你明白吗? 方金莫当然明白。 自从上次在高丽相遇之后, 方金莫就感觉金乳镜似乎对自己有点意思。 可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姜应月, 再说了, 他也不喜欢女强男弱的感觉, 弄得好像跟坠绪一样。 老方故意从马上摔下来, 这才回了国。 可回国之后, 金乳镜又是送药, 又是派人来慰问, 这场面让外交部都有些诧异。 后来, 因为女儿的事情, 方金莫差点被人灭口。 好在张金权及时出手, 给他改头换面, 重新安排了一个身份。 这才算是彻底和金乳镜断了联系。 可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三宝龙搞出来的这些事, 还是让江宽宗察觉了自己的身份。 老方并不怪江宽宗, 毕竟人家是高丽的特工, 获悉了这种情报, 肯定要向上级报告。 只不过金乳镜能够来医院看他, 这可大大的超出了他的预料。 听完金乳镜的这几句话, 方金莫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 你应该清楚, 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 有时候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左右, 更别说, 什么自由了。 金小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不好意思。 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 而不是别人施舍来的。 或许有很多人会羡慕我的地位, 但是那些人都不知道。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着逃离现在的生活。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钢琴家。 我从四岁开始就接受钢琴练习,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 我很有天赋。 可是后来, 金乳镜叹了口气, 继续说, 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作为一个同母亲的孩子, 我必须尽我的所能来帮助我的哥哥。 现在, 我哥哥的位置已经稳固了, 我也可以过我想要的生活了。 我在殷勒之都维也纳有一座城堡,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去那里生活。 我可以向你保证, 到了那里之后, 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虽然病房内的空调温度调得很低, 但方金墨的冷汗 还是顺着后背流了下来。 它并不是热, 而是因为害怕。 这个金乳镜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策反自己吗? 三宝龙能够维持到现在, 靠的都是高丽支援的军火。 这件事当然瞒不住各国的情报机构, 尤其是国内,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和金乳镜见面, 上面会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 想到这, 方金墨冷静了下来。 如果不尽快跟金乳镜撇清关系, 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 老方正色说道, 金小姐, 你应该知道, 我是华夏的情报人员。 像我这种人, 随时随地都会被监控。 咱们之间的见面, 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至于说什么维也纳的事情, 你就不用再提了, 我肯定不会背叛我的祖国。 这不是什么背叛, 而是退休。 身份的问题, 我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我说过, 只要你愿意, 没有人能够勉强你。 再说了, 你现在的情况, 还怎么继续执行任务? 据我所知, 你刚刚从深度昏迷中苏醒过来, 你已经为你的国家做出了贡献, 他们应该。 金乳镜说的并不是大话, 凭借他的身份, 如果真的像华夏要一个人, 上面还真的有可能会同意。 面对这样的局面, 老方有些傻眼了。 如果真的惹恼了他, 他直接和上面沟通, 那自己可就岌岌可危了。 就在方金墨不知道如何应对时, 病房的房门再一次被人推开, 只见张金泉红光满面地走了进来。 金乳镜显然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很不满意, 他瞪了一眼跟在后面的崔宗泽, 开口问道, 你是谁? 没看到我正在跟方先生谈事情吗? 张金泉笑了笑, 说, 金部长, 我是华夏安委会执行办的张金泉。 我在贵国庆祝4.25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见过你, 只不过我的职位太低, 你没有注意到我罢了。 金乳镜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他点了点头, 说, 是这样啊, 你有什么事情? 金部长也不是外人, 我就实话实说了。 方金墨是我们华夏情报系统最优秀的特工。 他的受伤, 让领导很是担心。 为了尽快让他恢复健康, 领导决定派我来将他送回国内, 接受全面的检查。 我也是刚刚抵达湘江, 没想到金部长也在。 看来金部长的消息, 也很灵通啊。 张金泉这几句话已经在向金乳镜挑明,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华夏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中。 金乳镜当然明白, 他看了病床上的方金墨, 开口说,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天先谈到这。 我跟你说的事情, 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如果想通了, 你可以联系我。 说完, 他转身离开了病房。 金乳镜最后留下的这几句话, 让张金泉皱起了眉头。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里, 张金泉这才开口问道, 他跟你说什么了? 这是审问吗? 方金墨没有好气地顶了一句。 看着病床上的方金墨, 张金泉笑了笑, 说, 老方, 我知道这段时间以来, 你的心里肯定有怨气。 但是你要理解, 我们每走一步, 都不能意气用事, 都要为了大局考虑。 大局? 我在三宝龙向你求援时,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当时跟我说, 要我立即回国, 否则按照叛逃处理。 现在怎么又跟大局扯上关系了? 我又有利用价值了呗。 作为安全系统的核心人物, 三宝龙发生的事情, 张金泉知道得一清二楚。 说实话, 方金墨在向他求援时, 他确实想要动用一切力量来支援他。 可惜是的, 他并不是那个能够拍板做主的人。 在多数人不同意对三宝龙进行支援的情况下, 张金泉也只能忍痛放弃了将要成功的任务, 命令方金墨他们回国。 可现在, 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方金墨的作用, 又显现出来了。 自从三宝龙出世以来, 张金泉的日子很不好过。 方金墨在三宝龙搞得热火朝天时, 所有人看见他都会一听吹捧, 说什么张主任目光长远。 办事有方, 只要三宝龙的唐岗一建成, 我国的海军就能够畅游太平洋。 到时候, 不但能够突破岛链封锁, 还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可现在, 当初吹捧他的这帮人, 就像躲温神一样躲着他。 更有甚者, 甚至开始落井下时, 说什么当初这个计划拟定的时候, 就是一个错误。 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 主要的工作人员人员, 更是不听招呼, 不懂配合。 完全将三宝龙搞成了一言堂, 这才造成了现在的被动局面。 尤其是三宝龙第二次发生暴乱时, 所有华夏企业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虽然没有人员的损失, 但是想要恢复生产已经不可能了。 这样的结果让领导很不满意, 有些风言风语的小道消息传说。 张金泉要被调离安委会的执行办, 去统计局当一个副书记了。 就连张金泉自己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知道, 这些小道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或许自己很快就要告别现在这个位置, 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养老了。 谁也不会想到, 就在所有人都对三宝龙彻底失去希望时, 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方金墨把万花岛上的学生组织起来, 带着一群老家伙居然重新杀回了三宝龙。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这支队伍成功地控制住了三宝龙, 并且将印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军队挡在了三宝龙的外面。 只不过方金墨在登岛的过程中头部中弹, 据说伤势很重, 已经送到湘江的枪绘山军营医院去进行治疗。 江映月依旧留在三宝龙, 他作为三宝龙华商总会的代表, 已经和印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进行谈判, 要求联邦政府对三宝龙的暴力事件进行彻查。 而且, 他还列出了一个名单, 上面都是在这次暴力事件中犯下暴行的暴徒。 他要求联邦政府将名单上的人抓捕, 送到三宝龙来进行审判。 联邦政府当然不会同意如此苛刻的条件, 双方时打时谈, 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不过联合国已经做出决议, 要向三宝龙派遣维和部队。 等到维和部队到达三宝龙之后, 或许还会有新的变化。 张金泉在方金默的病床旁边坐了下来, 笑着说, 老方, 不瞒你说。 你们这次重新杀回三宝龙, 可是给我大大的长了脸。 你知不知道, 那些老家伙听说你们在三宝龙翻盘, 一个个就跟死了爹一样。 领导也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我这次出来之前, 领导单独找我谈了话。 领导说了, 要高度赞扬你这种在逆境之下迎难而上, 敢打硬仗的精神。 经过组织决定, 我们会对三宝龙进行全方位的支援。 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后续的谈判问题上, 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地进行支援。 组织上这样做, 肯定有什么条件吧? 方金默很清楚, 既然组织上决定对三宝龙进行支援, 三宝龙的局势肯定会有极大的改观。 但这个时候, 也正好是谢默杀驴的好机会。 如果没猜错的话, 后面就应该没有自己什么事儿了。 张金泉点了点头, 直言不讳地说道, 确实是有一些条件。 对于老方你,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感情报工作, 你绝对是一把好手。 但三宝龙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军事斗争, 这明显就是你的短板了。 为了稳妥起见, 我打算派一个人过去, 接管三宝龙的这支队伍。 咱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战斗力, 彻底地稳定住局面。 至于你, 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 且, 对于这个答案, 方金墨已经预料到了。 他不屑地笑了笑, 说, 说这么好听, 还不是谢默杀驴。 张菊, 你说得没错, 我确实不会打仗。 但三宝龙这支队伍, 全都是一群十六、 七岁的孩子。 在国内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 还在父母的宠爱下, 娇生惯养。 可这群孩子, 却要承受 本不该他们这个年纪承受的战争。 你把我换回来没关系, 我希望你派过去的人 能够体谅这些孩子的难处。 不要让他们去送死。 你应该清楚, 我在三宝龙肯定还有情报来源。 如果一旦让我知道 你派过去的人胡作非为, 你应该知道, 如果我想杀一个人, 别管他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都不会让他出我的手掌心。 张金泉知道, 方金墨这可不是在说大话。 自从三宝龙的任务开展以来, 有些人就不停地往三宝龙安插亲信。 最开始的那位侯组长, 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面住着。 前几天那个周代表, 据说连失手都没找权。 别看方金墨平时大大咧咧的, 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可这家伙如果真要是发起狠来, 他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作为方金墨的老领导, 张金泉当然了解他的脾气秉性。 为了避免过分地刺激到他, 张金泉还是动了一番心思。 只见他叹了口气, 开口说, 老方, 这次把你召回来。 确实是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这次任务极其重要。 为了三宝龙的事情, 我也是迫不得已和某些人做了利益交换。 只有你接下这个任务, 那边才同意哦, 放人支援三宝龙。 所以, 你先说说看, 到底是什么任务。 以张金泉现在的身份, 能够让他撑得上棘手的任务, 可以说是不多见了。 老张的这番话, 成功地引起了方金墨的好奇心。 看到方金墨上了钩, 张金泉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只见他锁上了房门, 又拿出一个信号干扰器放在了窗边, 这才低声说, 前段时间, 米国智库发布了全球军力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重点注明了我国正在兴建的远程武器基地的位置。 这件事引起了安全部门的高度关注, 据我们的调查, 一名负责营房基建项目的领导很可疑。 老方一听, 连忙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 张金泉还没把话说完, 方金墨就听出来了, 这哪是什么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任务啊? 这根本就是个大黑锅, 等着人来背呢。 再说了, 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一到, 三宝龙的局势就会彻底改变。 当初自己跟米歇尔女土提出的要求, 没准就能实现呢。 三宝龙的任务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只要顶住联邦政府军的进攻, 这件事就算是成了。 这个时候, 又踏马来摘桃子的人, 上面以为三宝龙是什么地方? 王母娘娘的盘桃园吗? 张菊, 你就别害我了。 我在仙罗执行营救任务, 身上中了六枪, 好不容易混了个残疾症, 打算回家干点小买卖, 你可倒好。 直接把我改头换面弄到了三宝龙。 我在三宝龙这一年多, 就算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论功行赏什么的就算了, 你现在还要我去调查这种事? 你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面推啊? 你能不知道这里面的谁有多深? 面对方金默的质问, 张金泉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 老方, 现在的形势是, 咱们不得不把这件事扛下来啊。 三宝龙的新局面, 让大家又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所以, 现在很多人都在争取到三宝龙去。 可咱们布局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把即将到手的成绩拱手相绕? 所以, 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 领导还是把三宝龙的任务交给了咱们。 但是, 远武基地暴露的事情, 也一并交给咱们来处理。 我知道, 这件事一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 但是为了大局, 咱们不得不捏着鼻子, 接下这个任务。 如果说就这么放弃三宝龙的任务, 别说是张金泉不干, 就是方金墨自己也不甘心。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老方知道, 自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想到这, 他开口问道, 你打算派谁去三宝龙? 方金墨的话, 让张金泉心里一喜。 他能够问出这个问题, 这就说明他已经同意去调查远武基地的事情。 至于接替方金墨的人选, 老张也是精心挑选了一番。 只见他神秘地笑了笑, 说, 你放心, 去三宝龙的人, 绝对是靠得住的人。 等你把远武基地的事情办完, 你继续回到三宝龙, 后面的事情还需要你参与。 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先卖个关子。 说着, 张金泉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老张对着听筒说道, 到病房里面来。